对 就在我们两个那眼角之间会出现一道横指 两道横指 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三道横指 山根部位出现异常横纹 中医色诊学上把它叫做笔褶心症 有这条横纹的中老年人可要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这道指或者是这些指 它经常出现在中老年人 特别是容易出现在老年人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道指为什么我管它叫做笔褶心症呢 因为它代表着血脂膏 因为它代表着动脉硬化 因为它代表着心脏和脑供血不足 而这些病基本上在老年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 它出现的越早代表它的血脂越高 动脉硬化的出现的越早 心脑血管病出现的越早 比方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侯耀文的图像 来我们看一下 侯耀文曾经夸赞自己 说我的身体是铁打的 我从来不生病 我从来不去医院 我从来不吃药 就发现了它的鼻根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一道横纹 两个内眼角之间出现一道清晰的横指 我把它叫做笔褶心症 笔褶说的是出现在鼻子上是一道横指 它代表着心脏的问题 它是心脏病的真相 如果大家看一看侯耀文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脸上没有这道指 后来呢 它的这道指就越来越加深 在加深的同时 它逐渐出现了人猪 慢慢慢慢地在缩短 说明它的寿命 已经受到了这个疾病的影响 所以呢 它在59岁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都觉得非常突然 实际上在它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七八年 它的脸上一步一步地都在暗示着 它将来疾病的进程 和它最后的结局 我们再看一个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这个是孙道林 孙道林年轻的时候 他的鼻子上没有这道指 对 等到中间的这个像 我们就会发现 明显的在心脏的色部出现了一道指 后来又增加了一道指 两道指 那么这两道指代表着他的冠心病 逐渐逐渐地在加重 王教授 现场好像有一位观众朋友迫切的举手 想看一下 是吧 来来来 这位 您看王教授的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它这个鼻子的心征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就是 它这个鼻子 下半截 和上半截 这个颜色是截然不同的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 下面好像偏暗的 王教授 那就能不能这样就是 叔叔 如果王教授说点实话 不会下的问题 别问吧 我会给你解决的 对对 它一个是血脂膏 一个是动脉硬化 还有一个它有血压的问题 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对对对 平常脾气比较爆 对对对对 所以直接因为情绪的问题 直接影响到了血压 所以情绪波动 血压就上去了 情绪稍微好点 血压又下来了 对 存在着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最要关注的 就是它的两个内眼角之间 这块区域颜色 比其他颜色要淡 就是这一块 特别明显 它淡 非常明显 而且这一道褶 对 它跟它脸色比起来 这块颜色是非常淡的 说明它的心气虚 所以如果我给你治疗的话 我会给你补 给你补心气 这样的话 你的心气足了 脂肪少了 然后这个症状 就会逐渐逐渐的减轻 把血压控制在1490以下 吃点酱脂的药 晚饭之后 过一个小时 去快步的散步 这些都有助于你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还想再看的朋友们 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 添加朋友 选择公众号 搜索PS5511 关注我们 即可每天收到 最新正能量视频哦 快来关注吧